亲爱的 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呀 那是 舅舅 你这个月工资呢 快拿过来 那六千块钱都在这了 你还剩多少呀 哎呀 咱们都收好了吗 我的存起来 你的用来买房子 这样生活才有保障嘛 好吧 成了 舅舅 我们的首幅咱够了 真的吗 我们可以买房了 走 咱们这就去看房子 交定机过货 嗯 你等等 我去找他生费账 奇怪 怎么找不到了呢 快点 舅舅 再玩手续可办不完了 可是 傻瓜 借缴那么多干嘛呢 那不就是你吗 你好 我们来办理房产过货 就住室相关证件 有有都有 身份证吗 她都找不到了 房子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就行 妈 我买房子了 就在市中心 过两天把您接过来住 只好 咱们不是说好 说爱 你这是什么话 九九 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布鲁 她现在老 这是我们做儿女孝顺的事 也是 这衣服脏了 我去打满游戏 帮我洗一下啊 嗯 我的身份证怎么会在她这儿 我去找她身份证 奇怪 怎么找不到呢 再玩手续可办不完了 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就行 既然这样 那就 都在这儿了 你还剩多少 哎呀 咱们都说好了嘛 我的存起来 你的用来买房子 咱们这就去看房子 交电机过货 你等等 我去找她身份证 奇怪 怎么找不到呢 房子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的身份证怎么会在她这儿 哥 都说了别给我买跑车 我又不会开 九九 怎么能辜负咱哥的一番心意呢 我也不想啊 但是买车还差五万块钱呢 我哥公司最近周转不开 咱们又刚买了房 哪还有这闲钱呀 别呀 不就五万吗 我的工资可一直存着呢 等车到了 每天都开着它 接你上下班 这好啊 九九有你这样体贴的男朋友 我就放心了 正好我也在筹建新公司 算是提前给你们这里 哎呀 哥 哥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不过 启动资金还差点 不多 也就 三十万 哥 您放心 我肯定能凑齐 九九 快问咱哥 钱到了没有 说到了呀 而且咱哥还说要给你个惊喜呢 还有惊喜呢 嗯 出来吧 哥 他们是你给我请的签设教练吗 偷拿我的身份证 扛了我的首付款 你就应该知道 出来混 迟早是要混 外面您放货架上吧 我这就去拿 哎 你没上眼睛啊 对不起对不起 哎 你也喜欢吃这家面呀 多管闲事 不是吧 我的外卖又丢了 这做到第三次了 最近公司监控坏了 外卖被偷常有的事 习惯就好 唉 今天又要个 这是 你也喜欢吃这家面呀 多管闲事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外卖 拜托 你睁大眼睛看看 我这只戒指 都够你两个月工资了 偷你外卖 可笑 就是啊 舅舅 你是不搞错了 小音平时什么人 我们都清楚了 就是这个外卖单 是她刚刚装我的时候 掉下来的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我上次 抢了你的合同 你不开心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拿偷外卖去 又是这个生活吧 再说了 我从小就招生惯羊 怎么可能吃你点的那些东西 你 反倒是我 曾经一天丢了几次外卖 会是你偷的 烦咬我一口吧 我就说 酒酒前几天吃的 那么好 上班时间干什么呢 吵吵闹闹闹的 倒有菜市场吗 李总 我怀疑酒酒 偷了我的外卖 肯定是你偷了我的外卖 你怎么个人先告状了 有证据吗 天空坏了 所以 没有证据在这大喊大叫 破坏同事关系 这个月奖金扣光 再有下次 自己去人事办理值 不是喜欢吃我点的外卖吗 那我就给你加点料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外卖 我从小就招生惯羊 怎么可能吃你点的那些东西 不是喜欢吃我点的外卖吗 那我就给你加点料 让你偷我外卖 让你偷我外卖 爽 爽 嘿嘿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怎么卡了 重新改下密码试试 修改成功 你是不是把WiFi密码给改了 对啊 你改密码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姐 我改的是我家的密码 好像不管你说的 怎么不管我的事 我家连的可是你家的网 我孩子现在连网课都上不了了 怪不得最近网课 你用一下网 怎么了 恨你那个小气样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可是要考清华的 他上不了网课 考不了大学 耽误了前程 你能负着了责任吗 你孩子 跟我有关系吗 想用自己买个乐乐器去啊 天天蹭我的网 还那么理直气壮 既然你儿子智商那么高 有本事啊 自己破解密码 发什么呆 赶紧把新密码给我 行 要密码可以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 你每天用网算16小 乘365天再乘5年 一共 都是邻居 不用算得那么清楚吧 我儿子考上清华 那是要为社会 抓贡献的 亲兄弟还明算账 更何况你儿子这么出息 那就更不能在我这边枉费 最后就是给他的投资 您不会 舍不得吧 突然想起家里很准事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哎呀我们都懂 要结婚的人啊 就是不一样 这是给你们带的喜糖 诶 准喜糖怎么没来啊 他在家布置婚房呢 你呀真是好夫妻 找个这么疼的老公 不像小丽 他怎么了 他傻呀 结婚进了药车 也没要彩礼 男方就给了套房 还没写他的名 结果呢 才两个月老公就出轨了 直接被扫地出门 可怜他一个人 大着肚子 这么冷的天 又搬回了娘子 哎舅舅 你没事吧 别说怎么这么难看 我突然想起家里 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还没收拾完呢 着什么急啊 我问你 房子能不能夹什么人 想什么的 这是我爸妈出现 给我买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 今天我很没安全的 那你就多赚钱 好好养我 这样我就不会离开你了 别闹了 我跟你说这么事 你有完没完 你是嫁给我 又不是嫁给房子 那么记着干嘛呀 阿姨 您来的正好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房子的事 房子 有什么好商量的 这房本来就是给我儿子买的 房子是你买的不假 但装修钱是我出的呀 而且二号工作不稳定 带房子都是我家货 装修能有几个钱 就凭着 想要我们家房子 我看你思想空手超白狼 当初考虑到你们家条件一般 连财力都没有 那是你自愿的 这不是我们不给 再说你长得又瘦又小 年龄还大 我看都是我儿子买的 喜纯送了请简发了 你们现在过我们对 九九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到现在想看出你的真面 就分爱跟谁结跟谁结 来 来接我 老师 我先走了 这也是我们的学生吗 是 不过整天跟一帮小婚婚在一起 估计离劝退也不远了 这是什么话 哎同学 有事吗老头 我是你新来的教导主任 周子海 他没告诉你我是谁吗 他们都叫我混世魔王 我相信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我愿意 我不愿意 哎呀谁呀 你 兄弟兄你好 我是脸的家伙 看不出来你还会这个 进来吧 不过我爸妈没在家 你可要白泡一趟了 玩游戏呢 等一下咱俩玩一学 你也会玩 你们这些老师不都是反对玩游戏的吗 学习也要放松了 我刚学的 不太熟 你教教我 来 不会对人 不会对人 来前面前面 yes 他们赢了 我厉害吧 我家可没有茶叶 只有这个 可能好呀 来干一个 我看你平时办公桌上摆的不都是茶叶吗 都喝几十年了 还不成我换口味 你这老头有点意思啊 是发什么 我还会对劲很火的家推武呢 不信你看 他完全能干 你能干吗 老师 他完全能干 哎呦 你信物家在哪啊 在那呢 好好好 老师 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老师怎么了 你们这个年龄的女生都喜欢什么呀 我们喜欢蹦迪 K哥 跳舞 还有吃鸡 吃鸡好啊 炒的还是炖的 老师 那是个游戏 你炖我几下 先要跳伞 落地后要抓紧时间减装备 酒酒 一会儿我们先K哥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老周 有人找你 二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贝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是